富商霍振廷与朱玲令次子霍启山刚刚踏入了40岁行列 年纪轻轻的他就任职了霍英东集团副总裁 可谓是年轻有为 在这期间霍启山也是积极地加强广东与香港的交流 代表了公司出席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活跃在商界 而见惯大场面的他在早前还代表了家族出席了香港总商会的周年会员大会 他站在林建月李泽聚等人旁边 对比起他人霍启山算是资历比较浅的 但在场的他也完全不怯场 表现得体又放松 同时在霍启山近况曝光之后 不少网友也是直呼对比起年轻时的他 他是变得成熟稳重了不少 并且如今的他还更是代表了家族出席这么重要的场合 也是足以反映出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分量 从网上曝光出来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的是当天的霍启山身穿一身西装 文质彬彬 十足霸道总裁样 此外 与霍启山同场的还有一位女律师 五官标志 白镜又斯文 看上去独立又能干 二人同框的画面可谓是非常般配 在二人的合照曝光后 大家也是非常感兴趣女方的身份 翻查资料显示 原来这位美女律师名为龚海鑫 曾受邀上过YUTV的财经节目 致富通 在节目中分享认知律师的经验 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是律师楼合伙人 与霍启山一样 也都是年轻有为啊 非常厉害 而至于说到霍启山的时候 现如今的他可以说是妥妥的钻石王老五啊 有网友更是在评论区爆料称 霍启山曾到了自己的城市 并且当时的霍启山还吸引到了当地很多白富美的注意 大家可以说是纷纷出动了 而年轻有为的霍启山 其实直到现在在感情方面上似乎还是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 不过在过往他也曾有过非常轰动的恋情 嫁入豪门是很多女生的梦想 但有一个人明明是出身显赫的豪门子弟身价数十亿 却至今无人敢嫁 哥哥只比大他四岁 不但娶了奥运冠军 还家庭美满 他就是霍家长方二子霍启山 他曾和三个女人纠缠不清 39岁却依旧是单身 为何会这样和他纠缠过的这三个女人都是谁 他不婚的原因真的和嫂子郭晶晶有关吗 下面就让小鱼来为大家巴一巴着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 年轻时的霍启山 是出了名的放浪不羁 他曾和三个女人纠缠不清 第一个就是情史丰富的张子怡 二人这段恋情也是最轰动的 那是2004年 霍启山年仅21岁 张子怡25岁 在一场慈善晚会上 霍启山对张子怡一见倾心 随后就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没过多久 二人就确认了男女朋友关系 二人甚至还曾在街头当众相拥热闻 张子怡还对歇镜头笑得很开心 港媒在报道此事时曾猜测 张子怡是在宣扬自己的地位 二人自从恋情被曝光后 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张子怡拍戏时 霍启山经常跑去探班 在得知张子怡需要说英语时 他还化身老师 为女友辅导英语 一个是出身优越的富家公子 一个是年轻貌美的大明星 郎才女貌 堪称小说照进了现实 然而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段恋情仅仅维系了两年 就以张子怡提出分手而惨淡收场 关于二人分手的原因 外界众说纷纭 方间传闻称 霍振庭得知二人交往一世后 极力反对 因为霍振庭心目中理想的儿媳 就是郭晶晶这样端庄大气 没有任何黑历史的 而张子怡不仅敢坐在成龙腿上 为她吃水果 还曾当众在成龙脸上留下口红印 霍家一向家教严苛 一个整日在外抛头露面的儿媳 他们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张子怡如果想当霍家的媳妇 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在家相夫教子 那个时候的张子怡 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影视资源应接不暇 她不愿意放弃大好的事业 于是就主动放弃了这段感情 时隔多年后 张子怡也曾透露 霍家规矩太多 条件太苛刻 她做不到 霍启山失恋后 曾写下过至死心如灰烬这样的话 能够看出 这段感情对她的伤害很深 张子怡和霍启山分手后 继续活跃于影坛 成为国际章的同时 男友也换了一茶又一茶 从央视才子萨贝宁到外国富商 Vivi 恋情都不长 直到遇见情史同样丰富的汪峰 张子怡才选择了结婚生子 结婚多年 她和汪峰的感情一直很好 堪称事业家庭双丰收 在张子怡之后 2009年 霍启山也和斯洛伐克的一个女孩相遇了 女孩的职业是一名模特 当年 霍启山很想娶女孩为妻 然而这段恋情 最终还是以分手失败收场 那是2013年 当霍启山想结婚时 却遭到了奶奶的强烈反对 她奶奶思想传统 并不喜欢孙子 娶一个养媳妇 在这之后 霍启山也和赌王女儿何超莲 传出过绯闻 但何超莲只把她当哥哥 后来 何超莲和男演员斗消交往 霍启山也以哥哥的身份 送上了对二人的祝福 自此之后 霍启山就不再考虑感情的事 一心扑在事业上 平日里 她在生活中也非常节俭 俨然就是一个自律的成功人士 她的母亲 朱玲玲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也给她介绍过女孩子 但始终没有任何后续 这也就导致 霍启山如今39岁 依旧是单身 外界一度有传言称 霍启山不婚的原因 和嫂子郭晶晶有关 霍启山 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引 如果她以后要娶妻子 希望能够像哥哥霍启刚一样 找到像大嫂郭晶晶这样的老婆 平日里 霍启山也经常陪 郭晶晶的三个孩子玩 众所周知 香港是出了名的富豪家族聚集地 以李嘉诚和李兆基为首的 两个李姓家族 郭德胜家族以及郑玉彤家族 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四大豪门 但要论香港真正的顶级豪门 那么非霍家莫属 由霍英东一手建立的霍氏家族 在整个香港的江湖地位非常高 备受使人敬重 不管是李嘉诚的长子李泽聚 还是香港第二富豪郭炳香 都遭遇过绑架事件 但霍家的人却一直无人感动 1996年 汉匪张子强拿到一份富豪绑架名单后 一看到霍家的人 立马就将名字画掉了 他还千叮万主手下 动谁都行 但绝不能动霍家的人 当霍家长房长孙霍企刚 娶了奥运冠军郭晶晶后 霍家的公众形象更甚从前 郭晶晶自从嫁到霍家后 就成了霍家的名片 让霍家的声望和口碑更甚从前 结婚九年 霍企刚更是没有一点负面新闻 如今 二人已经成了公认的模范夫妻 霍家出手帮赌王家族拿到澳门赌牌 霍企山也成功当选奥语董事 霍英东老爷子去世前就说过 霍家的一切都有掌房继承 而长子霍振庭 无心家族产业 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体育事业 为此 霍家的继承人 就落在了霍振庭的儿子身上 霍振庭一共有三个儿子 从大到小一次是霍企刚 霍企山和霍企人 原本作为掌房长孙的霍企刚 是最有资格当继承人的 但由于他弃伤从政 三弟霍企人不务正业 整日游戏人间 家族继承人就落在了二公子霍企山身上 他的能力完全不输 哥哥霍企刚 不仅展现出了惊人的经营能力 担任着家族企业副总裁 掌管着百亿家族生意 如今还成了奥与董事局的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 澳门新一轮赌派 他也参与了进来 在博彩业领域 赌王家族的地位一直无可撼动 但伴随着赌王的离世 家族子女争夺家产 闹得不可开交 经营的澳伯公司亏损严重 再加上 澳门新一轮的赌派竞派 一共有七家赌场运营商参与 争夺牌照 大马赌王林国泰的云顶公司实力超强 一直到最后 外界都十分看好云顶集团 相比之下 何嘉这次参与竞派并不占优势 在这个竞派过程中 澳伯一度甚至被挤到最后一名 随时都有可能出局 不少人都忍不住为何嘉尼一把汗 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11月底 赌牌竞派历经四个月后 终于尘埃落定 能够在未来十年里 拥有赌场特许经营权的 是美高梅 奥伯 永利 辛豪 银河和金沙 这六家公司得以继续六分天下 赌王继续掌握话语权 原本被看好的云顶集团杀鱼而归 而赌王家族能够转危为安 少不了霍家和郑玉彤家族的帮助 尤其是霍家 这次 霍家和郑玉彤家族一起资助了 奥伯二十个亿的贷款 不仅无抵押 可以分六年还清 利息也非常低 只有四例 何嘉为了能顺利地参与竞拍到最后 何嘉内部也经历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变动 首先是四太梁安琪退出奥语 由何超凤担任奥语常务董事 再者就是四房的何游亨退出奥语董事局 而接替他的就是霍家长房二公子霍启山 此外 霍震廷和霍振环兄弟也都在奥语董事局 可以说 在懂董事局中 如今的霍家已经和赌王家族分庭抗礼 据悉 如今霍家持有奥语26%的股份 在霍家的帮助下 何嘉德以保全手中的三张赌牌 最终成功击败云顶集团 显然 霍启山在商界的成就已不可小觑